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离诸戏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 所以叫做难胜地 接下来请收看 补体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再继续来探讨 善才童子53餐的内容 在上一个单元 是第43餐的片友童子 他虽然对善才童子 没有任何的叫法 可是他就是介绍了善才童子 一位善之众义的童子 所以这位片友童子 他虽然没有任何的 他自己本身的法门的教导 善才童子 可是他就是介绍善才童子 再继续去参访善之士 所以片友童子 他能够引荐 善才童子去参访善之士 那么他本身也是 善才童子的善之士 所以从片友童子的引荐 善之众义童子 这一位善之士 善才童子就继续去参访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 要来介绍第44餐 这位童子 他得到的菩萨解脱法门 就是善之众义 所以我们也称这位童子 为善之众义童子 那我们就来依据经典 我们来看看 这位善之众义童子 他教导善才童子 他的这个解脱法门 我们就先称念佛号 跟战经记 然后再来探讨经文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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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在经文里面呢 也就是善才童子 那么他离开了片友童子之后呢 他就来参访这位善之众义童子 所以他到了他的地方呢 就是先头面顶礼 就尊敬这位善之士 然后呢他就站在一边 就是经文说于一面立 然后呢就向这位善之士呢 请问 他说善者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未知菩萨云合学菩萨行 云合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善能诱悔 愿为我说 所以这个是善才童子呢 他基本上面的法问善之士呢 他都是秉着他出发心 当时有文殊菩萨的教导 要他就是既然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就要去参访善之士 来请问他们所修学的这个菩萨行 所以呢 他基本上的发问都是依据他当初的这样的一个发心 来请问善之士的 那我们之前呢 就是有介绍过的 有几位的善之士呢 那是善才童子特别有请问 就是比较专门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他还是用他本于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发问 所以他这样子问了以后呢 那这位善之士是一位年轻人 所以他就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善男子 我得菩萨解脱 我恒唱词此之志母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告诉善才童子 他所修学的这个菩萨法门是善之重义 那这个善之重义呢 我们了解 自义上面呢就表示说 他是能够了解各种的这个记忆 那这个义呢 本身在我们中国人来看呢 就是有这种 我们古代说有六义啊 就是书 然后就是有这个术 就是还有就是有关的这一些的这种知识 跟这些技巧 那全部都在这个义里面 那他后面有详细的解释呢 是说他横唱此此之志母 所以呢就把这个重义呢 他就把它用字母 就是他能够唱诵字母 那来表示他的这个重义的内容 就是属于就是发音的 就是从我们口能够发出这些字母的声音的 那这个是他的菩萨解脱法门 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呢 就也这种范拜啦 那唱诵啦 那这些呢 也可以当作是一种修行的法门 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有关记载 出家人的这种修行的这种高僧传 那里面也有一部分呢 就是在记载就是他奉诵 就是唱诵的非常这种优雅的 然后能够让人家设受这个心的啊 那这些也算是高僧 因为他用他的声音可以来引导人呢 就是可以安定 所以在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里面呢 这一位第44位的善知识呢 他就是善于来唱诵字母 那所以呢 下面呢 他就是列了有42个字母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按照经文来介绍 然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说这个字母本身啊 他里面的个别字的这种意涵 不过呢 在这里我们就先了解他这边的一个字母啊 因为前面的片友童子啊 他告诉善财童子这一位善知识的时候啊 他也是介绍说这一位善知重义童子啊 他是善于学菩萨智智 所以这里的智也是智母 所以说他有善于能够使用菩萨的这个智母的智慧 所以就等于是说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智母的每一个因啊 那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呢 所读的经典啊 都是从印度或者是西域 那么从他们的语言呢 来翻译过来的 那所以在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呢 那所谈的这个字母呢 基本上啊 是指的这个梵文的字母 就是这个原文 就是印度原文啊 那么他们所用的这个字母 那这个字母呢 跟我们中国的呢 这种字就有一点差距 因为在这个梵文的字母呢 它本身是好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罗马字母啦 或者是我们通常用的这个英文啊 就是ABC啊 这样子连结起来的 那在梵文的字母呢 它本身呢就是把按照我们发音的部位啊 那它就有这种不同的发声的这种代表的字母 那我们中国的字呢 就是本身是一种拼音的 所以我们一个字本身呢 简单的可能就是单独一个音 可是有时候呢 就是要一个子音一个母音 然后发出声音 所以我们一个字呢 有时候它会包含最多有三个音 所以我们就一个子音啊 然后如果说有两个母音 那连结起来的 像这些的这种情况呢 就跟梵文的这种字母就不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在翻译这个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呢 那面对我们要翻译这个梵文的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中国的文字来配对 所以配对说 这个梵文的音是哪一个发音呢 那我们的中国的文字哪一个字 这个发音起来是很类似的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个这个字母的这种配对呢 也变成是一门学问 所以在我们中国呢 就唐代有位守温和尚 他就专门用我们中国的这个字呢 来配对这个梵文的发音 所以有称是三十字母 或是三十六字母 或乃至五十字母 那在华元经的这个四十二个字母呢 也跟这个波罗经里面的四十二个字母是一样的 他就是四十二个发音 那这些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按照经文呢 我们先做一个了解 然后再就这个字母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再介绍一点内容 那我们看这个经文本身呢 他在介绍所修学的这个菩萨解脱善知重义法门呢 那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字母就是阿字 那这个阿呢 那这个阿呢是一个母音啦 所以就是在发这个阿字的时候呢 这位善知重义同志 他就告诉善才同志 就是如果我们唱这个阿字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是善知重义同志呢 他已经正到的这个法门 就是他唱这个阿字的时候呢 他本身就可以入菠萝波罗蜜的这个法门 那这个法门呢 就称作以菩萨威力入无差别境界 就是他只要唱阿字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就是进入菩萨的这种 无差别境界的这种威力 那所以等于是在唱颂字母的时候呢 他本身呢 就可以跟这个菠萨的这个境界就结合起来 那基本上呢 因为在我们了解这个 中国人了解梵文的这种过程呢 我们基本上是非常尊重 这种这个梵文的这种原因 而且在印度本身呢 他们自己本身对梵文呢 他就是有一种是好像是天 所传下来的这种声音 所以每一个音呢 他基本上都是要发音很准确的 那所以在发音的时候呢 实际上在世间上面来说呢 他能够发正确的音呢 他就表示说他是具有这种知识 然后他具有这种能力 那如果没有这种知识或是这种训练的人 那基本上呢 他可能呢 说话呢 他本身就是有点算是说不清不楚 那所以要真正能够发音标准的 那他就表示是符合这种天所传下来的这种音 所以这个是在印度本身呢 他们对梵文的这个音呢 他就有称作好像是废陀的这种 那种好像天所传下来的声音 那我们中国呢 当接受到这个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呢 他也会面对到这种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也很尊重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就会把它当作是西坛 西坛这个音啊 那他本身的意思呢 就是成就的意思 那这个是在我们经过了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呢 到唐代的时候 那尤其呢 把我们接受到了这些印度的梵文的这些的这种知识累积起来以后呢 他就慢慢有一个系统 那在这个华严经 他也跟这个《波罗经》里面呢 都有提到这个四十二字母的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呢 表示说是在印度 他们对于梵文的这种发音本身呢 也就有一种尊贵 而且呢 他有他的那种深层的这种含义 所以发音的时候呢 要去了解到这种发音是从我们内在这样发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说语言很尊贵 也不能随便讲话 那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语言呢 他也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含义在那个地方啊 因为我们要发一个音呢 实际上都是要从我们内在发出来的 我们要发一个啊字 那就是像梵文啊 以前我师父上脚下语法师 他曾经去过印度四年 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印度人呢 他叫发梵腔 他就是用梵文字啊 可以拉得很长很长这样 那一个啊字呢 他就好像可以练到 一个人呢就好像在入禅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也可以慢慢的去体会 当我们去讲一句话 我们在发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啊 因为从小也许我们被训练的习惯这样发音 好像好像是很容易了 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可是如果我们去体会一下 为什么我发音的时候 还有我的这个口腔还有我们的喉咙 我们每一个发音的部位 它是怎么形成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非常的感恩说 啊我能够说话 我能够发这个声音 那每一个声音都是宝贵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善知众义同志 他所教导善才同志的呢 都是用字母 那每一个字呢 表示都有它的一个非常尊贵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发音上面 我们就来学习这样的一种契录法 所以第一个的这个啊字呢 它本来呢就是一个母音 那没有这种子音的内容 它就是阿呢就是母音呢 是我们没有这种互相的这种 阻碍的这种子音发出来的 所以在善知众义同志呢 他教导善才同志的这个42个字母里面 第一个字就是母音 就是阿字 那也有一般呢都是说这个阿字呢 也是等于是好像众音之母 所以在梵文里面的字母呢 它也是从母音开始 然后再排到这个子音 那第一个母音呢也就是阿 所以这个在这里呢 它就是第一个介绍这个阿字 然后如果发这个阿字的时候呢 它发得好 然后跟这个阿字的字母的这种 它的本性结合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入到菠萝波罗蜜的法门 那能够进入无差别的境界 那就表示呢在这个菠萝经呢 它就把这个阿字的境界呢 它就是介绍说是一切法出不生 就是一切法它的根本呢 它是没有生啊 那就是能够跟法的本性呢 就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跟华音经里面呢 就解释说这个阿字的菠萝波罗蜜 法门呢 是以菠萝的威力入无差别境界 所以也就等于是 所有法的根本也是无差别 那第二个呢就是多 多字 那本来呢 在这个字意上面 我们说看到的这个字呢 是一个多少的多啦 那可是呢 就是这个发音的时候呢 它就是要念波 就是跟我们所看到的字的 这种一般的发音就不一样了 就是在发音的时候呢 就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 所以在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42个字母 这个部分呢 就是有一点 比较好像牵涉专业 因为这个字母的问题呢 本来就是比较枯燥 那也并不是这么普遍的这种尝试 大家知道 可是呢 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 也希望呢 就是让大家呢 平常在这一些的这种 字母的这种了解上面呢 因为它就不是那种知识性的 就是直接要去从字母的这种系统 还有它所代表的这种特别的这种 它的这一些的这种内容呢 去了解它 所以等于是特别性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 就是至少呢 让大家就是遇到华严经的这位 善知忠义童子的这种 42个字母呢 我们就是多少也了解一下 这样子而已啊 那所以在这个多字 它本身呢 我们一般就是念是多 可是在这个华严字母的这种发音的时候呢 它就发这个大字 那可是呢 在如果我们对照 就是一般的这种 这个42字母的这种解释呢 它是把前面42个字母呢 就是有五个 就是前面五个呢 它是属于文殊菩萨的心咒 所以这42个字母的前面的五个字母的 文殊菩萨的心咒呢 如果我们照一般的这样了解啊 它就是应该是发拉字 因为文殊菩萨的这个字母的心咒呢 就是阿拉帕恰那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多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到说 那怎么会差别这么多啊 这个拉 阿拉或是拉 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罗马字母 就是阿这样这个字啊 那这个加个阿的母音就是拉 那这个音在这里呢 变成多字 那或者是说在唱华言字母的时候呢 它又是依照这42个字母呢 它就把它按照相同的这种这种子音 那类似的就把它列了很多的类似的子音的发音来唱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是有我们中国的这种表达方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唱起来呢 它就跟本来梵文的发音呢就有差别了 就变成是我们把它用中国的这种文字来标它的音 那如果我们不认识真正的梵文的发音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汉字的这个本来是当作这个音的这种字呢 我们就会按照我们了解的这个字的发音 它本来的发音来发 然后就失去了它代表的梵文的那个特殊的这种发音方式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呢 我们可能最好的我们就是要去 还原 还原到这个梵文字本来是什么字 那在前面这五个这个字母呢 就比较容易对照 因为它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 所以这个ra字呢 它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呢 它就是用这个多这个字 那在华原字母里面呢 它也是唱成是da 那da的时候跟ra也是有差别 那除了这个字音以外呢 那我们看到这位众之善意同志 他告诉善才同志 他就说当他发这个ra字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入菠萨菠萨蜜法门 所以实际上呢 这四十二个字母 每一个字母呢 善才同志呢 他所得到善之众义同志所教导的呢 都是入菠萨菠萨蜜法门 那只是说 每一个字母要入的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他有不同的境界 那就表示说 菠萨菠萨蜜法门 我们本来一般都是以空 作为菠萨的一种 它的最根本的含义 可是呢 就是从这四十二个字母里面 所表达出来的这么多的字母 都是入菠萨菠萨蜜法门 可是每一个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又有不同面向的这种意涵 它的境界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那真正的菠萨菠萨蜜 法门它的境界 其实是无量无边的 那只是说它的本质是空 那既然是它本质是空呢 又有这么多的不同层面的境界的话 那就表示说 菠萨呢 它是因为空 所以呢 它能够用空来融色各种可能性的境界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说菠萨也不能说只是空 那只是说它有这种本质 那它又用这种本质 可以去融色各种的这种 非常就是呈现不同的 这一些的各种的境界 所以在第二个的这个菠萨法门的 这种境界呢 它又称作无边差别门 所以从第一跟第二呢 就是两个不同 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入无差别境界 然后第二个呢 它又可以入无边的差别门 那就表示说 第一个它是完全没有差别 可是第二个的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又可以无边的差别 那就等于是说 本来是无差别的 那第二个它又可以变成很多的差别 那这样子呢 就等于是说 从空而能够到绝对的有 就是能够有存在的现象 它都可以存在 所以差别就是各种像 就好像是说 那我们所有的众生呢 我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那可是又众生的每一个人的脸啊 每一个人的习性又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在一种没有差别里面又有不同的这种差别的像 所以从第一跟第二个字母我们也可以了解菠萨菠萨蜜有这么多的这种差别的境界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前面的两个字母呢 就看到菠萨菠萨蜜法门的两个不一样的这种层面的境界 那再进入看第三个字母 这第三个字母呢 也就是善知忠义童子 他告诉善才童子 他说当他唱颇字的时候呢 他也是入菠萨菠萨蜜法门 那唱颇字所入的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就称作名字称作普照法界 所以又让我们了解到说 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又有一个能够普照法界的这样的境界 那这个呢 就是从唱颇字来的 所以每一个字母呢 他都能够进入菠萨菠萨蜜法门 然后每一个字母所进入的菠萨菠萨蜜法门呢 都有他的不同的境界 就是在唱字母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呢 在了解这个第三个菠字的时候 他就是在字上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字呢 就是三点水一个皮啊 就是三点水然后皮 那我们会念作泼啊 一般说就是水泼的泼的这个泼字 那在华音字母里面 他在唱四十二字母的时候 他会把它唱成巴 那为什么唱这巴呢 实际上对照范文的话 这个是啪 是啪 是啪 那啪 阿 啪 啪 啪 应该就是我们说纯音呢 在范文里面呢 它的子音 里面呢就是喉音 然后呢 有上额音 然后反舌音 就是卷舌的 然后是齿音 就是舌头放在牙齿 这个是本来也是纯音 是我们汉字的纯音 所以如果在华音字母里面呢 他念了这个泼字以后呢 他就会把有关波波摸波的这个波呢 他就相关的 那这些的用八开始所发的音呢 他就把它串联起来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念这个波 就是相同的从纯音 所发出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字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读这个华音字母的时候呢 一方面我们知道它的音 它的这种形成 那实际上我们用的汉字呢 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就是注音符号的代表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波字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说 这个是波浪的这个波 有这个波浪的意思 就不是 没有这个字意 只是可以把它当作音而已 所以我们是取它这个音 那取的这个音呢 是要来对照泛文的发音的音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只看到它的这个字 而是重视说这个音是什么音 是这样子 所以华音字母它为什么要一直在唱这个相关的这种发音的部位的字呢 它也就是要去强调说这个字母呢 它的发音是有关纯音的 或是有关此音的 应该是这样啦 因为我也不是真正有这个研究华音字母啦 不过只是呢 用我自己本身对泛文的发音的一点知识呢 然后对照这个华音字母 它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种方式啊 那来做这样的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 那主要的就是 在善之众欲同子呢 他告诉善才同子的时候呢 就是他发这个音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专注的 然后呢 他用他的生命在发这个音 那把这个音发得准 然后呢 他自己融入这个音里面 然后他就可以进入这个菠萝菠萝密法 他在唱这个的时候呢 他一定是专注没有妄念 那整个人呢 就是完全契入到这个音里面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趴字 应该是泛文的帕 那么他就可以呈现 普照法界的这样的菠萝菠萝密法 普照法界 所以从第一个是无差别境界 到第二个无边差别 那第三呢 又可以普照法界 那这个本身呢 应该也是由菠萝而能够 就是显现菩萨的这种 普照众生法界的这样的一种慈悲 所以菠萝本身呢 他也可以呈现有这种 能够普照法界的这种境界 那第四个字呢 就是在字 字面上面的字呢 是折 就是说我们的中文字的这个折字 那是我们一般的发音是折字 可是在华音字母的发音呢 他就把它用左 左边的左就用渣 用渣来发音 那渣呢 他实际上他是要去对照范文的恰 那因为我们本来是七的这个恰 那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这种 那种配对啊 结果用折 那可能是我们也 因为中国的这种发音呢 也有补汉语跟现代汉语啊 那也有这种地方的这种方言啊 或是中原音啊 那也有这一些的这种变化 那这个可能要研究语音的人啊 他才能够几次的清楚 我也没办法说 去把这个语音的变化 那只能说 那从这个折字跟华音字母呢 发是左 渣 他主要的他是希望能够发到这个范文的恰 因为阿 罗 帕 恰 这是第四个字 那这个是音的部分 那在内容上面呢 善知 众益 童子也告诉善才 童子 当他发这个恰字的时候呢 他也是可以录菠萝 菠萝 蜜 法门 那这个菠萝 菠萝 蜜 法门呢 就是称作普 伦 段 差别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又等于呢 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又表示剥弱的境界里面呢 也可以呈现 就是这个普伦 段 差别 又可以没有差别 所以他又可以普伦 那在佛法里面的这个伦呢 他有代表能够动 能够赚 所以没有执着 那没有呢 就是不向前 那随时都是保持着一种 完全是新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又可以断差别 所以有差别又能够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是第四个 就是我们用这个字译上面呢 就是者字 可是他发的范文的音是恰字 然后第五个字呢 是那 那就是字 字面上面呢 我们发音是那 那他也正好呢 是可以配对范文的那 所以这个阿跟那呢 是在前面的五个字母 代表文书菩萨心咒的 的这个五个字母里面呢 这两个字呢 是正好我们中文的字呢 也可以发范文的这种正确的音 就是阿还有那 所以前面第一个跟第五个的 这个文书菩萨的五字呢 这个陀罗尼心咒呢 就是都是正确的 那所以阿拉帕恰那 那这第五个的那字呢 善知忠义同志呢 他告诉善才同志说 当他唱这个那字的时候呢 他就也可以录菩萨菩萨蜜门 那这个菩萨菩萨蜜门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 得无一无上的境界 所以这个特殊的那字 所以这个特殊的那字的菩萨菩萨蜜法门呢 是得无一无上 那从这个里面的了解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样的菩萨菩萨蜜法门呢 他是可以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 无一无一 那无上呢 就等于是 他又有绝对的这种境界 那如果从菩萨菩萨里面呢 他在解释这个 那字的这种境界 那字字母的境界呢 是诸法离明性相不得不失 所以也就是从诸法 没有任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形象 因为诸法在他就是有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从他的相貌啊 他的名字啊 那去了解这个诸法 诸法就是某一种现象 包括我们看到的人啊 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事物啊 那我们都会从这个文字跟他的外相 那就没有从他的本质去体会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可以让在唱那字的时候呢 就可以让唱的人呢 他可以进入这个 没有这种无依无上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这个五个字母呢 就是四十二字母里面的前面五个呢 正好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 我们说的心咒 就是阿、罗、帕、恰、那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就是说 那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在唱一个字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它都有它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每唱一个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也可以去体会 当我们唱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所以这个是也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啊 专注的心啊 来去深入去体会的啊 那从这个前面的这个五个字母以后啊 那就是应该是怎么样子来看它的这种次序啊 那因为也没有这种一个深入的这种了解啦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也没办法啊 就是说看到它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下面呢 就是还有三十七个字母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的次序来介绍 那第六个字母呢 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字呢 就是罗 就是就是罗 视为罗呢 又一个这个走步边这样啊 那在华音字母里面呢 它在发音的时候呢 就把它发音成啦 那因为呢 在这个罗 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注音的方式啊 那在华音字母当时的这种发音呢 是啦 那这两个呢 基本上呢 它都有这种 就是啦的这种 了 这个的这种子音的这种 的发音 那我们呢 就是按照这个 华音字母就是啦 这样子来 发它的这个音啊 那 主要的它的含义呢 也就是 也就是 发这个字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入菠萝菠萝蜜法门 那这样子的啦字 所进入的菠萝菠萝蜜法门呢 它就是能够离一指无垢 就是能够 就是能够 执着任何的 这种 诸法 或者是 任何 的这种 懒污 所以呢 就是发这个音呢 本身呢 就可以不执着 然后呢 也可以得到清净 所以 就是在 这个字母的唱颂上面呢 就已经这么出声 所以这个字母本身呢 实际上就 好像是 我们在持咒啊 那 因为前面的 阿羅 趴恰那 我们就说是 文殊菩萨的心咒啊 那实际上 等于就是说 我们任何的一个 一个字 我们只要能够 专注的去发它的音呢 它本身 就是一个 咒 就是 当作一个咒 因为 咒语本身呢 又称作陀罗尼 那 陀罗尼呢 它就是种词的意思 那种词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 口 本来是 我们 身口意 三叶 就是能够做动作的 其中的一项 我们的身体 可以有动作 身体的动作 那口呢 也可以做动作 那 再来的 意 就是我们的这种 内在的心思 的动作 那 每一个动作本身呢 实际上 它归结呢 就是 身跟口 都是 连着我们的心的 都是从心来发出来 即使我们身体 手啦 脚啦 我们要动一下 为什么会动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意 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作用 所以呢 我们就身体会有这些的动作 那口也是一样 那 所以说实际上 我们 在现在讲 字母的时候呢 它 是透过口来做的这个动作呢 它就是 当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就 在发音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的心呢 就把它 连结起来 所以就变成说 当我们 在念的这个口 的这个 语言 或者声音的时候 它本身 可以跟我们的心 连结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有种子的意思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咒语 那 当然呢 就是如果是 菩萨的这种 慈悲的咒语 就是代表一个菩萨 他自己的这种 悲怨的这种 代表 所以我们说 阿拉帕迦娜 是文殊菩萨的咒语 Om ma ni pa me home 是观世音菩萨的 六字箴言 那只要念诵这五个字 阿拉帕迦娜 就可以得上文殊菩萨的智慧 那文殊菩萨是主空 那所以跟剥落的这种法门 就结合在一起 那 Om ma ni pa me home 它是代表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箴言 那我们念这六个字 就跟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慈悲的这种愿 它就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叫做种词的意思 也就是说用这个字 它就代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愿力 那这五个字阿拉帕迦娜 就代表文殊菩萨的智慧 就跟它契合 那在这里面 就是 就列了这四十二个字母 那 就是说除了五个字母以外 后面的 那就几乎都是梵文的 就是它的字母 那我们呢 就是去了解到说 那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字 实际上我们很专注 那去发它的音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本身也就是一个咒语 因为它就可以进入菩萨菩萨蜜的法门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去了解的时候呢 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发声的时候 我们很慎重 然后呢 我们非常的专注 然后去发这个音 那有声的 很声的这种体会 所以 我们这样子 再来呢 再来看这个第七呢 就是从这个字上面呢 它是一般是发这个他 他 他的这个音 那就是在发这个他字的时候呢 就可以入菩萨菩萨蜜法门 那这个菩萨菩萨蜜的法门呢 是不退转方便 所以好好的发这个他字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也可以正入不退转方便 就是精进这样勇猛的心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部分 那总共呢就是介绍的七个华恩字母 就是四十二字母里面的前面四个 是善知忠义同子教导 善才同子的这个四十二个字母的部分 那我们就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成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蚊子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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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身心 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置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一零四年四月十一日起 至一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小鱼 自一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起 至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止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旗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贡水 要贡甘露诗诗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六月四五两日 时间每日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一百六十号 电话零三八三一一六七三 零三八三一一六七三 敬请与贵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七月十三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三点到五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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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我祂满地你也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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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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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得啦诼为奈望 来寶贝君如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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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孤老的哪一梦 哪一梦小恨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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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大万言哪一梦 奈摩神道恨宗 耶格萨拉迪那耶奈摩 奈摩神道恨宗 奈摩神道恨宗 奈摩祀唱法 奈摩祂来地奈耶奈摩 奈摩仑 Book 奈摩祂來地奈耶奈摩 奈摩祂来地奈耶奈摩 将军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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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报恩,将军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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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莫月光 乃莫中宝山 啊 阿... 萨迪花来的飘亚当孙春中 男孩是比马特瓦子